恭喜 有人丟石頭 有人丟雞蛋 香港江俊澳警署大樓 被石頭砸碎好幾個大洞 還有示威者用雷射筆 故意照警察 被示威者丟磚頭 以及雞蛋的江俊澳警署 這是上司案松賢陳同家 回到香港之後 最先被扣留調查的地方 除了江俊澳外 西環也有示威者 晚間沿著煎迷地城的海龐道 前進中聯辦大樓 不過原本在中聯辦 嚴陣以待的警方 卻突然釋放催淚瓦斯 驅禮民眾 警方沒警告就放催淚蛋 示威者躲避不及 紛紛竄逃 中聯辦正門先上鎖後 警方繼續逐起防線 中聯辦戒備森嚴 示威者約7點半後 改變計畫前往銅鑼灣 大批示威者 接著到了銅鑼灣的 重光百貨前 繼續佔領馬路 交警只好指揮巴士掉頭 示威者一度在銅鑼灣放火燒垃圾 讓街頭火光四起煙霧彌賣 正報警察則全面戒備和示威者對峙 警方曾多次釋放催淚彈 想逼退示威者 但示威者持續走動 從江軍澳到銅鑼灣 香港到處都是示威和對峙 5號還會出現全港大罷工 香港的示威逐漸變成日常 已經不再只是 週末的社會運動了 記者李錦華 豪萊豬香港採訪報導